华为年营收远超阿里,马云身价却是任正非的10倍,原因尽是这6字。 最近一段时间,华为是备受人们乃至全球关注的。 在短短时间内,由于科技力量的强大,很快就在全球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, 并在5G时代到来之前,已经拿下了不少通信企业的订单。 同时,华为在2019年国内民营企业中,依旧排在第一位,凭借高额的营收。 华为已经连续4年成为了国内民企排名第一的企业,作为华为集团的董事长以及创始人。 任正非却比较低调,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 在最新的富豪榜排名中,任正非身价只有210亿元,排名逼近200名。 最初任正非创业的时候,吃了非常多的苦。 所以任正非直言,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,离不开华为集团所有默默付出的员工。 所以从华为成立至今,任正非一直坚持不上市,还将大部分的股权分给了企业的员工。 还表示华为不是自己一个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